这个呢 照片打开之后 你不要马上就开始做 因为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注意什么事情 你有没有发现这张照片 跟我们之前看到的不一样 有没有 我们大部分看到都是这个RGB对吧 那这个是灰色的 所以如果它的模式 照片模式本身就灰色的 能不能调出颜色来 很抱歉 灰色就抹颜色啊 了解了吗 黑白嘛就黑白了 所以说你要有时候你拿到照片的时候 不要马上想要奇怪我就直接做 你会发现很多东西不能用 因为其实Photoshop只有在什么 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东西不能用 对不对 只有在一种模式之下所有功能都能用 就是RGB 所以我们先把它转换一下 有发现了 这边就变RGB 所以这是第一个动作 那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要针对什么 我们想要调整的地方 把它选起来 你看你要选到这只手要怎么选比较好 这只手啊 假设我们先调整手啦 你觉得用什么工具选比较好 我们现在学过好多种了对不对 你可以用 最难的 针笔工具 其实针笔工具反而比较好选 我觉得啦 这是一种 第二种你用套索可能就不是那么好选 但是你可以用这个 因为它跟旁边差异还蛮大的 你可以用这个 那还有一种我们学过在哪里 滤 不行不行 滤镜的话就其他就不见了 因为你如果用摘取有没有 其他的地方不就被被清掉吗 我们昨天做不是一用就清掉所以不行不能用那个做 好你可以用哪一个我们有没有用过这个 这个 这个 快速遮射片有没有 也可以呀 因为这个 应该是大家最容易怎么样上手的 因为你用涂的 对不对 但是要记得喔 你如果用这样涂 我涂了现在这个颜色 你的是红色的 假设我这样涂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我现在涂的是不是黑色的 对不对 我涂的是黑色 表示是要还是不要的 你看我现在涂完了我回来外面 有没有 我选到了反而是不是手的地方对不对 所以你要记得多做一件事情要做什么 是要做反转 这样才会选到手 好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 稍微注意一下 不然的话你会发现 就不一样 你看我反转再进来 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好 所以这个是你有很多工具可以选 那我就把画面还给你 你自己来决定 好看你要用哪一种 我先把这个 描完 玩一下 如果你已经选好,像我这样选好了 如果你用的是路径的话,当然还要多做一个动作 把路径转换成选取区 如果你是用其他这种选的就不用,不用做这个动作 好,那我选好之后回到我的图层这边来 我现在会影响的是不是只有这只手 所以我来增加一个调整图层 那么用的就是我们刚刚那种工具 有没有 点这个 可是 我刚刚有讲过 他就本身的黑白了,你设像还比较好 没好吗 因为你看 不管你怎么变 请问你 这个设像里面,你有没有看到黑色跟白色 所以不管怎么变都对不到啊 都对不到颜色,这样了解意思 所以我们这边要做一个动作就是要上色 有没有 那上色之后你就可以调 比较接近人手的那个 黄皮肤,所以我们来讲黄皮肤的颜色 那你要饱和一点 还是比较淡一点 这就可能就要看你自己了 每个人的感觉会不太一样 会尽量接近好 OK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做好一只啊 那万一像我这边 还有一点点不是那么好的 这边多一点点,反正这个遮瑟片是不是可以调整 你看我现在点到它 上面不是变成涂层遮瑟片吗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再用笔刷稍微修整一下 稍微再把这边边稍微修一下就好了 那其他的另外一只手 动作就是相同的 其他那只手有没有 这支手 脖子 还这 都一样的方法 那我就把画面还给你来试看看